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就是虾,你们吃过,螺,你们可能也吃过,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如果这两个东西在水里面碰上的话,你们觉得它有两个谁比较硬呢 今天我们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五奖精彩,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因为虾能把这只螺给吃掉的,能把它肉吃掉的,可以大目里合一 觉得啃不动的,大家可以扣二 那么这一次呢,包括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未知数 这跟什么螳螂吃蟑螂,那个完全不一样 我却只是头一次这么喂,不知道这个虾能不能吃动这个螺 或者说是完全不想吃这个样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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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治不了你了 很厉害,哎,好啊,我们,哎,准备开干了 好了,这边我们换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那么,其实虾很聪明,啊 它用它的钳子把这个螺摁在嘴里边,啊 因为这个螺很滑啊,一咬的话它会蹦出去 然后呢,其实它不是用它强壮的手臂把螺夹碎 它是用牙,虾的牙长什么样 你是不是头一次看过呢 我刚才也是偷摸看了一会儿没给大家录啊 虾,你看,它能用牙把螺的壳一层一层 不是,一块一块的,给抠下来 哇,就像你扣蛙子一样 然后,它最后,哇,它是能吃到里面的肉的 哇,就像你扣蛙子一样 好了那么比较长的过程没给大家拍 其实这个虾是费了很长很长时间啊 真的费了好大的力气 然后你们看啊 他现在终于能吃到里面的肉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给他刷一波666 我甚至想给他鼓掌庆祝一下 真的啊 就吃到那一瞬间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 还是很励志的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什么呢 也就是只要我们肯努力啊 只要你的牙够结实 只要你的胳膊够强壮啊 没有什么玩意你吃不下去的 想吃啥都能吃得到啊 祝你们吃妈妈香牙口味吧 吃啥都不胖 哎呀这简直是太贴心了 这个up主 那好了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一开始认为 这个虾会用钳子把这个锣给夹爆 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可以支一声啊 支支支支支 你们看这个虾虽然他的左手右手都很强壮啊 但是他并没有钳子夹 看来这个虾在寂寞的时候 他可能是左手右手是一起来用的啊 并不是说像你一样只用右手啊 那样是不好的会导致你一边胳膊粗一边胳膊细 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锣炖身体用用雅铃锣的时候啊 想歪的朋友自己去面壁 那么又过了很长时间啊 罗的壳就跟他刚才那一下终于被虾完全剥掉了 我靠 哎呦这一下子实在太爽了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爽非常令人舒适啊 把你们的爽打在公屏上 哎不要把手放在奇怪的地方 然后 嗯 这个锣原来有这么多肉我才知道 呃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下一次不喂虾了啊 下一次我自己就炖了 那这个锣啊 嗯 实在是太多了 太能生了啊 而且这个东西是雌雄同体 你们知道吗 他们两个锣啊 不需要考虑性别的问题 只需要互相怼互相干 然后这两个锣他都能繁殖后代 嗯 把我的水草都吃没了 真的非常讨厌啊 死鬼 那么 这样给我的虾做零食啊 感觉虾也是很喜欢吃 你看 哎 现在 就这么一块肉 然后都被吃没了 里面是 还剩一个圈 这个圈里边有啥 好像也没有啥了 嗯 像很失望的样子 妈的老子抠了半天 就这 就这么一块肉 好了呀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带我这了 哎 很好看 对吧 我个人感觉是很好看 拍了实在也是很久 喜欢的朋友来一波三连 然后观众家 空间来后 贼吉尔性感的小视频 那么咱们就下次见见吧 大家拜拜